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啊 我不用上班也是愁眉苦脸的 你说你连不用上班都是愁眉苦脸是不是 不管上不上班都是愁眉苦脸 那这笑话可能不太适合你 好不好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200 哇 行走 我记得这应该都要2001年左右 哎呀 2001年的 Handa Stream 有看小诗的节目就知道我们有本田魂嘛 不过我跟你讲 这一集 我想要自清说我没有本田魂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 因为这真的也是一台我魂牵梦里很喜欢的一台车子 我这个一路20几年的二手车生涯当中 遇到 所谓遇到是孤道的数量 不超过5台 因为这个车很少会释出到二手车车 有时候这个自售就朋友之间就处理掉了 因为这个车真的很热门 它当初数量太少 等一下再带大家慢慢看 反正今天它来了 哎 不要跟柯P一样 每一台车都梦想车 我那天看你们去估K6 K6他又梦想了 他梦想很多 梦想太多了吧 他如果跟我讲我很快就可以达成他梦想了 K6有什么困难的 那买书 男人没法有三妻四妻 后宫家里 但是用车来弥补缺憾 好不好 今天带大家来估一下 这个也是少数的 它有点接近类旅行车 简单讲啦 碰打出的wish 碰打出的wish 它比wish还早出 wish04年才开始 对啊 这01年 当初如果台湾有卖这台车我跟你讲 wish没有那么chill啦 因为台湾当初只有出 我记得这一年有而已 好像01年有而已 就这个年份 对 然后之后好像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我印象是这样 没记错的话 所以它数量是很少 卖完就没了 那可能有配额吧 如果它当初后面有再继续出 哪有wish 让它在那边chill chill条的那个 所以它继续出柯P之后就会开这个 不会开wish 欸 我不知道 你搞不好问他说 哦 我的梦想车 会不会 它也开过两台Toyota 哦 它科幣开过什么车我都知道 第一台Nissan 331 后来又换一台Carola 再来又换一台Wish Wish完就接现在的Venu 其实它算蛮专情的 它换车频率其实蛮低的 因为它其实它 拥有自己的车它很少开 它都不开啊 对啊 然后花一堆钱也不知道冲三小 像我换的有多了 我是真的没办法换马子 我只是换车子啊 对不对 就这样嘛 哇 灯都泛黄了 我记得没错的话 它这个好像是日规的头灯 日规的头灯好像这个排列方式有点不一样 等一下查一下资料 这个太久远 年代太久远 我都忘记了 那它这个水箱护罩进气孔应该也是换过的 好 这应该也是日规的 以前很流行的 以前Wish也该日规的 然后这个前面来贴一个贴纸 这个贴纸我想可能是要 盖掉一些那个瑕疵吧 好吧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车 当初呢 这个配备就是跟你们的K6一样 有没有 容不已 超简配到不行的简配 高低是手转的 椅背是手条的 然后旁边这里有一个烤漆 这个也都已经扳薄了 好不好 01的年代应该大约是在Ferio的年代 反正就是喜美7代 K8的下一代 大概是那个年代 所以它其实东西做起来呢 跟那个年代的东西有点像 对 这张数是2.0的 对啊 K20A K20A好熟喔 K20A好像是CRV一样代号 对 引擎编号是K20A 然后呢 它有天窗 车是有点脏的啦 可是我跟讲这个车 你不用担心 这个车车主一定都曾经爱过他的 一定的 因为你要有本田魂 本田清洁的人才会去买这个车 而且持有很久 你看这内装其实还不错啊 中间也有一个这个通道可以过去 有没有 之前也介绍过了 Honda车系在那个时候 把很多车的排檔杆 就往上提升了 我记得那个年代 我刚刚讲Ferio那个年代的Type R 有没有 手排的喔 它手排的排檔杆也在上面 在上面 K8有Type R嘛 对不对 Ferio也有Type R 对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Type R 对啊 真的啊 在这边排手排啊 好像还赛车了 真的啦 这个方向板是不是应该是做过的 这个我真的没印象 有研究的 观众朋友跟我分享 这应该是后来才做的我觉得 在喜美车系 很少看到有这个木头 K9有而已啊 K9是核桃木 知道的朋友可以帮我解答一下 前面有高音喇叭 然后这边 门板上有一个喇叭 其实这里有个小杯架 还不错 它有换Pagina的主机 它也原厂主机都有拿过来 这就是要卖的 我跟你讲 我也抱很高啦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以前没有钱啦 我跟你讲 我以前为什么我遇过舞台 都没有孤到过 做二手车厂是这样 跟男人出去一样啦 欸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 男人出去有钱就大升 没钱就小升 啊我们做生意也是一样 我没钱的时候呢 同行外面报行情 假设说20万 我们就跟 好20万 因为你不敢报太高 欸我现在我没同啊 跟同行问 通行说20万 我 真正 哈 真正 我就报22万 啊怎样22万 OK啊 所以男人有钱 说话就大升啊 对 跟七六十里 我就说过了 你如果比如说去 威风 我百货公司 很难 都很卑微 对 你如果去全联福利中心 那福利是最 最福利 福利是啥 你知道吗 奇异狗 奇异狗 还有什么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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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拍手的声音 这很主要 我跟你讲 搭那个 都有背景音乐都出现 BGM都出现 对 到那边去 我们就 屁股了嘛 屁股了 什么 可乐拿一瓶 拿两瓶啊 拿一箱啦 对啊 拿一箱也OK啊 有吧 欸 牛肉怎么没有了 我还想多买几盒 不好意思先生卖完了 这样好 不要紧 我 没白状的 不要紧 屁股都不同啊 你没钱 不好意思 小姐 请问这个包包 这个是可以摸的吗 哈哈哈 我刚刚为什么说报价高 因为一听到这个车款 我们就 哇 终于 活到这个年纪 跟柯P一样 可以达成梦想 那个梦想很微小啦 因为你看柯P 他K6买回来 他也是了不起 看一看玩一玩 开个两次 他也就 胖子了 对 所以男人代表怎样 男人只是为了得到而已 他不一定要干嘛 十分钟了是不是 应该十几分钟了 来 继续继续 看一下后座 有没有 你是这个龙不宜的 不过当初有一个神奇的 我们来看后面 他没有后座出风口 哇 你看这屁股多漂亮 2001年的车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造型 走在路上还是 不会让你觉得是一台很老的车子 男人来 这个是要处理啊 当然要处理啊 我 这七人做的你知道吗 他这里为什么还一条这个 原本是哪里 这原本是哪里 真的吗 不是吧 可能是接这个吧 是吧 看起来好像长座 好像是 看起来是耶 对啊 原本是一个摸字型吗 可是我有印象本来就这样耶 还是这是他买回来要装的啊 搞不好他想要改日龜的会不会 我真的太久记错了 如果是我啊 现在我觉得这比较好看 好我是不管他这是原本的 还是他改的啊 我是觉得这比较好看 比较特别 你不要做那些 某某某都做一个这样 哦 那我 哦那个 我买回来 对对 我是看买回来啦 这个 诶 车指标够我 我是说我看买回来 好不好 我可以 发表自己的想法 可以 啊你们看的车 真好啊 我很替你们高兴 好不好 你能喜欢自己的车 是好事情 我们把它再搬下来 让大家看一下 它原本的样子 这样 后面有多大 我看 哇 跟WISH差不多啊 没有很大 对啊 就是小朋友而已啊 在今天之前 你知道有这个车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对不对 而且它是全屏 你看 所以才不会有后座出风口 在这 可以坐坐哦 它可以坐上面 对啊 像有些 有些会做B柱啊 对不对 诶帅耶 而且我觉得啊 它这个整个型啊 我自己啊 好不好 这个主观的 观众朋友 你们自己分 我自己是觉得 比WISH好看啦 整个侧面的 这个低深的造型 WISH比较 比较蓬嘛 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流线感 所以这个整个造型 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来看 我都觉得 还蛮不错的 喜欢 忘记 太开心了 连几公里都没看 我来看一下 一触即发 216,844公里 诶 那恒温也是这种 机械式的 AUTO 机械式的恒温 然后它自己这样拍一样的 可以接iPad 有没有到手嫌疑 有耶 这是后来升级 双安全技能 天窗 那时候天窗 汉达车系天窗都坐在这边 上路浮 它是收起来的还是翘起来的 翘起来 帅 帅 我跟你说 天窗一定是要翘起来的 天窗我是属于翘起来派的 嗯 你是什么派的 啊你没天窗哦 我没有天窗啦 烂车 第一 没有翘起来人家怎么知道你有天窗 我那个年代有天窗是一件很纠条的事情 大部分车是没有天窗的 有天窗就是什么 顶级车 好车 配备比较等级比较高的 才会有的配备 所以不翘起来 人家从旁边过去 怎么知道你天窗是像上次柯P化的 还是你贴那个全黑的黑屋顶 每个都在装自己有全景 比如说嘛 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耶 我还看到一台K8喜美啊 他去捡了一个那个卡点希德 然后就捡了一个天窗黑色的 然后就贴在屋顶 然后就走走走走 怎么可能K8有天窗 那时候K8只有那个EX EX你知道吗 那个年代EX等级是比较高 DX等级是比较低的 那年代只有双门的EX 顶级的Cube K8才会有天窗 怎么会有四门的天窗的 远远看到 怎么可能 你看我们这个坐车就是对这个要辽络直上 像SI路Tuber Cube一定没有手牌 Cube路手牌一定改 四门的一定没有天窗 四门K8只有9697有出手牌 之后再也没出过手牌 小改款更不要说了 一定都自排 好那跟开厂棚车一样 为什么那些开厂棚车都要开着棚在外面 他要戴个帽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样才看不出来有秃头 等到我们赚到半天 赚到买得起厂棚车的时候 头都秃了啊 对不对 所以要戴帽子啊 然后他第二个就是那时候玩命关头 抢DVD机 开K6Cube 天窗都开的 因为人要从这边翻出来嘛 跑出去对 对啊他要爬到 偷费车啊 偷DVD啊 现在DVD一台300元 落在头上也没人要求 没人要求啊 所以我觉得天窗我喜欢这样 可是这样风气是很大声 而且有时候开扣你会骂他飞肿 会飞肿吗 还有第三个好处就是 这一种天窗不会压缩到天花板高度 你如果要做长袋里面 你的天蓬就会降低 现在越来越少车有做这种天窗 我记得以前现代Cube好像也是做这样的天窗 肌肉车就是这样 依照为现代Cube Cube 我知道 双门的嘛 我记得天窗也是这样 我还在车900元 你怎样 你想要带风向是不是 我没有要带风向 你想要带风向是不是 我没有要讨论啊 没有要讨论 我连讨论都没有想讨论 OK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外表啦 好不好 这个外表 我坦白说 2001年到现在已经22年了 以22年的车大灯泛黄 那个是没办法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算 外观算保持得不错 除了这边 这应该当初烤气没烤 起背了你看 这就都没有用爽身本了 你知道吗 我这 蛤 蛤 这看得像湿劲 湿疹 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 打底没打好 嗯 然后 你在那个 火腿的时候 补土那个底的时候 嗯 你还没有等到补土干 你就 气就喷上去 所以呢 当你经过太阳照射啊 或什么样 温度改变 里面的那个湿气想出来 诶 诶 怎么有一个东西顶住了 有没有 嗯 蛤 顶住了 顶住 诶 用力顶 出不来 用力顶 然后水汽嘛 嗯 啊就顶一个泡泡出来 这就是烤漆没有做好 你们如果去外面烤漆 五度就起背了 保护膝内 赶快回去找那个 他一定敢说啊 所以我说烤漆不要 敢人家 不要跟师傅吹 不要吹师傅 不要吹师傅 不要被师傅吹 你会吹师傅 我不 我才说 有时候这种烤漆的这种东西 手艺活 不要用口艺去换 对 不是 人家是手工的 对人家是手工的 没有啦 不要 不要去吹 因为一道一道都是有程序的 你看板筋真的顾得很漂亮 你看他的门板 只有这边有两个小小的 开门的时候应该是K6 很小很小 这个都不用花钱 而且他有换这个铝圈 古铜色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而且刚刚他改那个尾管 我发动起来 我觉得声音也蛮浑厚 蛮好听的 你看连后保管都顾得还不错 这应该当中可能都有整理过了啦 所以你看他整个外观是脏而已哦 唯一有点斑驳的痕迹 诶 整台车器不错呢 IV-TEC 而且我跟讲 01年的时候 Handa开始相关车系 有配备电折后照镜 2000年左右这个四代车之前 基本上他要除非很顶级很顶级的车 比如说K9 他现在有电折后置镜开关在这里 小小的 这个就电折 之前的那个K8什么都没有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板件 看有没有撞过 哎呀 舒服 那个时候就已经改成这样 他这个是双凸的引擎 K20A双凸引擎 非常的有Handa的味道 他从大概2000年 也是从Felio这一代开始 他引擎就做的比较漂亮一点 有银色的 而且他会做一个IV-TEC的护盖 之后的那个差不多年份的雅哥 Felio CRV 都有盖子 以前都啊啊啊操操 一个单凸的 或是一个双凸的引擎在这边 然后稍微噴个漆 有没有 K7什么 而且还会斑驳 那个漆还会掉 你看很多那个K6 K8 最后那个上开都变成银色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黑漆掉光了 好让我们看一下 诶 贴纸好多 没撞 没撞 冷媒贴纸都还在 诶 都没拆诶 诶 零一年到现在这个叶子版的漆 真的太漂亮 这圆漆诶 你看这螺丝 漂亮漂亮亮 而且这个漆面的颜色是圆漆 你一看就知道没烤过漆吧 你看这也好漂亮 这也好漂亮 有没有 这边也是 诶 这很会顾二十几年了 都不曾烤过漆 外表我相信可能有烤过 但内完全都没有被撞过什么 这个漆好漂亮 水箱下来是平平整整的 然后漆面也是属于 符合他年份的漆色 好漂亮 好不好 这座国家的橙色 成功的橙 这橙色不错 那上了一大堆逆子啊 逆子你知道吗 波头 哦哦哦 这个车一定会有一点寡秤啊 寡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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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去看吗 我都会去看 他们也有那种车品的啊 有啊 也有车车的啊 很多啊 还有一个叫柯P的 也有一个叫柯P的 也有一个叫柯P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们先来他先的 先不管 一定是柯文哲先的啦 柯文哲之后是我们还是他 我们吧 好那就好了 好那 不要 尊重智慧财产安全啊 同胞们 我看一下轮胎年份 刚忘记看 不过我觉得一定很漂亮 这一定都爱车人士啦 我看到这19 48周 还好 大概换了两年左右 看这个板件 好 胶是硬的 螺丝也OK 我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我收到很多讯息说 谢谢小四哥 你整个这个你要卖多少 我真的看 从你以前的这个影片看到现在 真的他觉得说 用我的方式去看啊 真的解救过他 我收到很多这样类似的讯息 就去了可能就说 诶 你车有没有怎样啊 诶没有 这很漂亮没转过 就一看 诶 那引擎盖 螺丝又转过 啊没有啦 这个哦 那个可能调整而已啦 怎么样 就开始会有一些 亡羊补牢的解释开始出现了 话数就开始出现 然后转头就走 然后就发讯息 谢谢小四哥 真的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差别是经验嘛 对不对 你看我们常常摸一下硬的快笑 好像就好了 不是哦 其实我们经验 我一打开这个门的颜色色泽度 我整个都要看过 一套的啦 就是车主给我们的感觉 从人到车都要整个 都是要包套 我们就以这台车 今天这台车为例 我们看到现在这边啊 观众朋友你都在看首播 你可以留言 你觉得这车主顾不顾车 我就这样问就好 我跟你讲我们八成 只要常看我们影片的观众 你现在已经有答案了 讲南京一点 泰山啊 跟我们孤车拍孤车拍那么久 你看到这边 你觉得这台车怎么样 孤啊 很好啊 你看到现在的观众朋友 你应该已经觉得 其实还不错 所以我说剩下的什么 有没有事顾那个 真的经验很重要 不是说螺丝有转就一定怎样 但是我只是说 因为你们经验没有那么老到 如果你照小四看了 螺丝真的有转 对方的说辞 你又不太能接受 那你就不需要再继续深究下去了 所以不要觉得说 小四是不是节目下我拍很快 我看车真的就是这样 真的就这么快 好看完了 它的螺丝多漂亮 圆圆 有一些拆过什么尾箱盖螺丝 没有啦 我那个卖家会说 我是因为改尾翼啦 我那时候改音响拆的 你看啊 改尾翼真的不用拆 这个有一个孔打开 里面你就可以弄到尾翼 而且有的是用黏的 所以装尾翼真的跟拆后桶盖的 螺丝没有太大的关系 改音响也是没太大的关系 对卖车会有很多说法去帮你试移 至于是真的是假的就不太一定 好OK 好 剩下两个门看完 我们就可以接继续下一栋 好不好 好 OK 你看这门 这边的门比较少开 比较紧 我觉得很厚实的声音 这个形容纸很少出现在 Honda的车系上面 你确定吗 可是这个门的声音是真的还蛮沉 蛮沉的啊 我跟你讲为什么要不要 嗯 这边 它有做隔音 哦 它有做隔音 对 好啦 整理一下好不好 2001年的Honda Stream 跑21万多公里 我当初我是跟他说 觉得外面在包应该在10万看车况 好我自己觉得啦 那因为我跟他说10万到15万看车况 加比四面高一点买 诶 我是心理想了嘛 2001年的车油可能扣不到钱 可是我真的认真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好扣的 嗯 有啦 就是一些商嘛 Range很大啊 对不对 好 这里面范围都是我想买的价钱 那到时候先去跟车主讨论一下 他的这个想法 还有再收集多一点的资讯 然后再回来跟大家报告 好不好 等我马上回来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F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 得您信赖 好啦 我刚刚有理解一下 其实他开一年多而已 我们粉丝住在这边而已 他开很少 他很少开 他前面还有过两手 他是第三任车主 哇 大家都很爱 都顾得很好 我这样看起来 我是觉得大家都顾得不错 而且有帮他慢慢升级 那现在他换新车所也卖掉 他去订那个现代 什么Casting 什么 陪酒女啊 骑巴酒 Casting Hotstock 骑巴酒 好四九八九 好 换现代 那一样南洋的嘛 南洋换南洋嘛 之前也是跟自售买的啦 买回来 开了一年多 那他想说 来换一个新一点的 所以他才来估啦 那我有大概问一下说 那你想法是怎样 他讲了一个很奇妙 很整齐的答案 我看网路都卖十八九万 他是想要卖个十五万这样 不是啊 网路卖十八九 你卖我十五 我回来整理整理 我能卖多少 二十八万 四十九万 我也是了不起 卖这样而已吧 三十九 我赚个屁喔 人家啊 我销车嘛 有个限度嘛 你知道到这个年纪来了 冲动式魔鬼 德州扑克 一栽电动玩具 都很像冲动式魔鬼 我们这个年纪了 我们要冲动 你到一个女生家里 人家自动冲来 我们这个年纪了 你觉得 拖了就上吗 没有不可能吧 先检查一下衣柜 床底下 有没有干戈戈斗在里面啊 哦 啊 先查一下家里有没有本票 等着你签啊 有没有摄影机 什么 对啊 对啊 你才有可能 直接就 堵王 曾经成 哦 曾经就有讲过了 小心死的万年船 年轻人 终究是年轻人 他还有讲什么金句 我跟巴拿马总统有点交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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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冲动归冲动 喜欢归喜欢 灵高归灵高 忍者归头痛 我们也不会这么夸张 我说 人家一心 我先出来跟泰山再研究一下 第一口 我是跟他讲说 这个我们回来 真的完全没有操作空间了 爱收集车 有兴趣是一回事 不是每台车都回来 等着赔钱的嘛 总是还有一些东西 需要处理的嘛 里面刚看其实也有点油漬啦 我刚打开看忘记跟大家讲 所以我是觉得说 留一些钱给我们整理一下 我就说这个 要卖高都合情合理啦 卖车要卖高 买车也想买便宜 这都非常的合理 那个观众朋友看我们 那么多集的影片 包括上一集 福斯的那个 什么一万块的那个 我觉得大家想要卖高 真的都合情合理 那我再进去跟大家 这个第二轮的一个讨论 有没有观众朋友真的猜 啊一定12万啦 一定12万5啦 我猜13万啦 我猜13万5 我跟你讲 一小时的可谁啊 可能买14万8 有没有 我跟10省子弟分周 就是要让你们猜不透 你们一定猜不到多少钱 因为我也还不知道 哈哈哈 好我进去跟他研究一下 等我 好像没那么好处理 我是跟他讲我希望11、2万 对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车虽然年纪老懵老 这些小缺失 应该也不至于要扣那么多钱吧 对不对 他说他这一扣 要扣个四五万 三四万他也是不太能接受 我说不行啊 这的确回来有成本考量 现在回来还要缴税金 对不对 我是说11、2万啦 他说他能不能再提高一些 他是觉得说要嘛14万这样 他降一万了 对 他觉得整理这些东西一万块就好了 嗯 哪有可能一万块 你会站起来啦 好啦 看小师长知识啦好不好 每一集都要给大家有一个 换知识的机会啦 以前喔 在我们业务 中古车这一招 还有流行一种手法 像假设今天这种状况 有没有 你就坚持 我刚刚不是讲坚持就没得谈 对不对 你就坚持 入这一行的时候一个经理 最会用这个绝招了 你要坚持 比如说没有这12万 他一定会说没有我就14万 对不对 那真的没办法 那只能送客了 然后客户就开始起身收东西的时候 到门口上车发动 到开出门口之前你都还有机会 用这个方式去试试他是不是真的这么的 坚持说一定要14万 这是一招险棋啊 欲勤顾重吗 是这样吗 欲勤顾重也算可以 好像要放他走呢 其实随时要把他抓回来 那不过每次 阿婆玩假你唱声啊 男女朋友玩假啊唱声啊 你会说要离就离啊 来啊来啊来啊 还没签之前 都不算数啦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呛吐声嘛 被人家这样呛你瘦了 干什么 里啊里啊里啊 来啊来啊来啊 有没有大家呛嘛 在签之前都有机会 好不好 那今天我们来试看看 我等一下进去就跟他讲 不好意思 你如果坚持实试 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对不对 他如果出来车开了要走之前 我们再说嘛 搞不好他起身 收东西要走 哎不要啦不要不要 来来来坐下来再谈一下 比如说嘛 来得及吧 好不好 我们来出这个险招看看嘛 好我现在进去跟他处理 第二段 已辜了 已辜了 已辜了啦 还来不及出来发动 就要已辜了啦 我就跟他讲说不要 这14万我真的没办法 我说我可能 我这边能收就12万而已 然后他就 收资料站起来了嘛 来来来来 你14万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啊 还没来得及让他出 出办公室门 我说这没办法啦 这不是在他讨论一下 你不要那么坚持14嘛 对不对 他在想啊 他注意再去比再去问 诶 吹到一个 对啊 这车够不够 蛤 这什么车 诶 在我们这边他有这个价值 在别的地方不一定有啊 你怎么搞错 这台呢 对啊对啊 这2001.10车 什么车 什么车 我跟你讲喔 这边出去 左边左转 你会看到很多车叠在一起 那一天 开去那边 抱费就好了 好不好 孤车 先生你不要闹了 我很忙 对 搞不好去还遇到这个 我跟你讲 不到10分钟的时间 成交了 减6千 13万4千 成交 最后 2001年的 视讯 好跟大家分享 我们成交价有13万4千元 那这个回来 简单的做一下整理 好不好 看看有没有机会 大家有个影片可以看一下 其中的影片记得订阅 留言非常开心 想让下周见 拜拜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对 我 我 我们下周见 好 乱 我 這個差別在自信心啦 因為我們看多了我們沒有自信心嘛 我們只要這樣閃過 欸 三四溪 然後你訓完之後老婆就說 欸 你看那邊有個女的 欸 哪邊 哪邊 哪邊有女的 哈哈哈哈 看著 欸 不錯 腿還蠻細的 有沒有 欸 你看那女的 老婆就來嘛 欸 你看那女的腿還蠻細的 欸 哪一個 哪一個蠻細的 在哪裡 哪裡哪裡哪裡 我剛剛在認真的看著你的美貌 我沒有注意到你說哪邊腿細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任